巴西大选前 全国多地就开始爆发示威抗议活动 当原任总统博索纳罗败选之后 抗议活动更是进一步加剧 严重影响了全民的生活 博索纳罗星期三终于是开枪 公开要求示威者解放 也就是解封道路回家去 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 他能够理解人民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 他又何尝不是 但他促请人们要保持冷静 不要封锁道路 因为这样的抗议方式已经违法了 截至星期三晚上 抗议者在全国126个地点封堵了高速公路 虽然比前一晚的190个地点少了一些 但是封堵道路还是严重影响运输业 国家卫生机构甚至警告 封锁可能导致医疗用品短缺 粮食和日用品恐怕也难逃供应短缺的命运 国家卫生机构也难逃顺的命运 离开中心的车位 国家卫生机构本身的命运 离开中心的应用品